弟兄姊妹 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第八次的圣经讲座 我们第一次是2012年 我们这个新会所落成的时候 第一次有这个圣经讲座 讲到揭秘启示录 这是第八次了 八年过去了 我想知道八年前第一次就来 参加这个讲座的有哪些 举个手我们看一看 好不好 还是不少啊 继续坚定持续的进入主的话 那我想知道啊 今年是第一次来的 第一次来的 前面七年都没有参加过 今年第一次来的举个手 好 请你们站一下 我们欢迎欢迎 大家都鼓掌欢迎了 哇 太好了 今天这么多第一次来的 太好了 谢谢 谢谢 太好了 那这一讲啊 这个周末 今天是第一讲 明天下午晚上 还有后天下午晚上 我们有五堂的聚会 五堂的讲座啊 这一次要讲到圣经的第五卷书 叫做生命纪 圣经的头五卷书啊 叫做摩西五经 是摩西所写的 第一卷叫创世纪 大家把记得这五卷书的名字吧 第一卷叫什么 创世纪 第二卷呢 初埃及纪 第三卷呢 历位纪 第四卷呢 民数纪 最后一卷呢 生命纪 创出历民身 这五卷书啊 大家要先有一个深刻的印象 这是圣经中头五卷 最重要的 摩西所著的书信 这个话 所著的书 那么创世纪 我们先把这五卷书啊 简单的回顾一下 我们都在这里讲过 创世纪讲什么呢 创世纪讲神的创造 和人的堕落 神创造了 但是人堕落了 因着撒旦魔鬼的欺骗 堕落了 好了 第二卷书 出埃及记呢 就讲神的救恩 神来救这个堕落的人 然后呢 救出来之后呢 完成神的建造 建造一个居所 所以出埃及就用两句话来概括呢 就是神的救恩和他居所的建造 神的救恩和神的建造 好了 到了第三卷书就是 立位纪 神的居所建造好了 那神的子民 要做什么呢 神的子民要侍奉神 要敬拜神 要过一种的生活 所以立位纪是讲 神子民的敬拜与生活 神的子民需要敬拜神 需要祭物 也需要祭司 神的子民需要过一种的生活 叫做圣别 洁净 喜乐的生活 弟兄姊妹 你喜乐不喜乐啊 我们是不是喜欢过一个 圣别洁净喜乐的生活 这就是立位纪 立位纪讲 神子民对神的敬拜 和他们的生活 好了 民书记是我们上年 去年刚讲过的 民书记讲到 神的子民要编组成军啊 不光要过生活 还要打仗 要征战 所以民书记讲 神子民编组成军 与神一同行动并征战 所以这个是我们去年讲过的 而且有两次的 洁净读经的训练 帮助我们进入民书记 那么今天进入生命记 今年的冬季训练 就是生命记 所以这个讲座 也是略为为我们的冬季训练 做预备 那么生命记是摩西五经的最后一卷 它讲什么呢 生命记啊 是摩西最晚写的 是他到120岁的时候 将要离世的时候 他面对的是新一代的 以色列人 跟他一同出埃及 40岁以上的 那些男丁 除了加勒和约束亚之外 全部在40年的流荡中 漂流中 倒闭在旷野 现在在他面前的 都是在旷野成长起来的 新一代的 下一代的 以色列人 他们已经预备好 要进入美地 神应许给他们进入的美地 所以生命记 是摩西对着第二代的 以色列人 给他们的训练 给他们的预备 给他们的装备 告诉他们什么样的人 才有资格进到美地 而且什么样的人 才有资格留在美地 享受美地 如果你不是这样的人 你就会被赶出美地 你就会遭受咒诅 所以这整卷书 是摩西 对下一代的 一个训练和预备 所以用两个词来概括的话 就是一个训练和预备 我们一同说说好不好 是一个什么 训练和预备 那么摩西用什么 来训练他们呢 乃是用神的话 在西奈山上 神颁赐了十条的诫命 颁赐了律例和典章 当神在西奈山 向第一代的以色列人 颁布这些律法 诫命典章 向他们说话的时候 这些年轻人还都不在场 所以他需要重申 神的律法 所以这个生命纪 就是重申 Deuteronom Deu就是再一次的意思 再一次的说话 重新的说话 所以生命纪 是神介绍摩西 对新一代以色列人的 再一次的说话 重复的说话 而这个重复的说话 不是一般的话 乃是说神圣的律法 是最重要的话 是从神口里出来的话 来用这个话 来训练 来教育 来装备 新一代的以色列人 好预备他们 进入美地 这就是生命纪 所以今天第一讲 我们要来给生命纪 有一个你好看 简单的概括的 来看一看生命纪 讲什么 明天弟兄们会专特的 带我们进入生命纪 一个一个的重点 第一个重点 就是关于基督的启示 第二个重点 就是关于 神要他的子民 单单的敬拜他 并且合而为一 成为一个独一的选民 然后又许许多多 警告的话语 那么现在呢 我们来看我们的纲要 第一大点说 生命纪 乃是圣经头五卷 摩西五经 纵节的一卷 所以这里讲 重点是总结 生命纪是创世纪 出埃及纪 立威纪和民书纪的结语 没有生命纪呢 这四卷书就没有结语 生命纪是前四卷书 包罗性的结语 因为生命纪 是这四卷书 是思想的极大成 所以呢 我们若要了解 创世纪 出埃及纪 立威纪和民书纪的思想 就需要来看生命纪 所以是个总结的话 而且呢 在这个时候啊 神的仆人摩西 已经老迈 已经非常的有精力 非常的老练和成熟 他口中说出来的话 句句都是神的话 因为他完全被神构成 完全与神十一 所以在年老的时候 最后说说的话 都是最重要的话 所以今天晚上 我们要好好的听 要好好的读 要好好的吸收 而且要说阿门神的话 我们说三声阿门好不好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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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对神的话 要说阿门 所以第二大点说 生命纪呢 这次原文的意思 第二次的律法 因此表称 重申 服输 再说 所以很多话 是前面的 在出埃及纪 立威纪 民书纪都说过的 但是呢 摩西在那重复的说 加强的说 详细的说 所以今天在教会生活里 弟兄姊妹 不要怕重复 神的话 一直重复 好像有的话 你听过了 可能没听清楚 可能没听进去 可能没有听明白 所以需要重复的说 而且你听了 你还要再说 你说给我 我说给你 我们彼此对说 要让神的话 说到我们的里面 神的话 是这样来构成我们 来训练我们的 所以呢 这里说 生命纪 不是重申普通的话 乃是重申神圣的律法 我们不该以为 只有圣经第五卷 才是神明纪 是重复的说话 实际上 整本圣经 都是神明纪 这本圣经 66卷 在1900多年前 都已经完成了 对不对呀 但是我们每一天 读的时候 都是神 再一次向我们说话 是不是这样啊 所以说 可以说我们 每天都进入神的话 每天都有神明纪 所以圣经 是在1900年前 写成的 圣经里的话 已经说出来 但每一天 我们读的时候 都对我们再说一遍 也就 这就是说 我们每天都可能有 生命纪 那下面第三大点呢 我们就来看 生命纪的 纵纲 中心思想 和乐句 重要关键的 就是三个东西 纵纲是什么呢 我们一同来读 纵纲好不好 第一重点 生命纪的 纵纲乃是 在以色列人 长期漂流之后 重新训练 新一代 预备他们 进入神 应许要赐给他们 承受 唯业的美地 以抓住了训练 和预备 摩西来训练 新的一代 经过长期的漂流 总共四十年 四十年的漂流 然后兴起了新的一代 老的一代 都倒闭了 那些不信的 那些悖逆的 那些抗拒的 都倒闭在旷野了 然后神兴起新的一代 然后神就啊 借助摩西来重新训练 然后预备他们 这两个关键词 一个是训练 一个是预备 我再说 神用什么来训练他们呢 摩西用什么来训练他们呢 摩西是用神的话 从神口里说出的一切话 来训练他的子民 来预备他们 进入神 应许要他们 承受为也的地 这是总纲 那么中心思想 我们一同来读 中心思想好吧 基督是神子民的 指导者和领导者 使他们能进入 属天的领域 并有份于他的丰富 好了 在生命纪的卷书里 有两个关键的人物 有一个重要的事情 两个关键的人物 第一个人物就是摩西 第二个重要的人物 就是约书亚 摩西乃是 以色列人的指导者 教师 他预备他们 指导神的选民 下一代的人 如何才能够预备 他们进入美地 约书亚是他们的领导者 来领着他们 带着他们进入美地 所以这两个人物 都是基督的预表 今天基督是我们的摩西 基督也是我们的 约书亚 基督来预备我们 来指导我们 约书亚来带领我们 进入美地 所以两个关键人物 一个重要的事情 这个重要的事情 就是美地 所以围绕着 这个以色列人 形成的目标 这个目标 再生那一块 包罗万有 丰富无限的美地 而这个美地 又是基督 所以呢 这三两个人物 一个事情 都是预表基督 摩西预表基督 是神子民的指导者 约书亚预表基督 是神子民的领导者 美地预表基督 是神子民要进入 享受丰富无限的美地 所以记住 指导者 领导者 和美地 然后呢 第三 生命记的乐句 关键句是 key word key sentence 我们一同读 好吧 关键是什么 爱神 倾从他的诫命 他的话 并领受 他的嘱咐 哦 这个生命记里啊 摩西一战的宠物 要爱神 哦 要爱神 他首先向我们臣名啊 神爱我们 神爱你的先祖 甚至神啊 疼爱你们 摩西用这个疼爱 甚至他说呀 神钟情于你们的先祖 钟情于你们啊 哦 神爱我们 神疼爱我们 神钟情于我们 所以我们要有同样的爱来回应我们的神 所以生命记第一个关键词 要爱神 然后呢 爱神就要听他的话 所以呢 第二个 听从他的话 听从他的诫命 然后呢 我们如果爱神 如果我们听从他的话 听命 他听从他的诫命 我们就蒙受祝福 这三个词 大家记得 一个是爱神 一个是听命 一个是蒙福 转过你的身 看看你旁边的弟兄姊妹 你说啊 你要爱神 你要听从神的话 你要蒙受祝福 对说一下 对说一下 这就是我们该说的 我们要怎么样啊 我们要怎么样 对我们要爱神 我们要怎么样啊 听从他的诫命 听他的话 然后我们就会怎么样啊 蒙受他的诛福 哦 这跟新约的话 一模一样 新约里面呢 当一个律法师 问主耶稣说 诫命中什么是最大的 主耶稣怎么回答 主耶稣说 你要全心 全魂 全心思 爱住你的神 这是头一条诫命 所以摩西 这个生命 你既然重申神的律法 当然爱神是最重要的 然后呢 爱神的话 爱神的人 就要遵守我的话 所以主耶稣说 人若爱我 就必遵守我的话 也蒙我父爱他 不但主耶稣这么说 保罗也是说呀 保罗说 如果有人爱神 这人是神所知道的 你若不爱神 就可咒可主 哇 你说这个保罗这么厉害啊 可咒主啊 我们的神这么爱我们 我们不爱他 岂不是可咒主吗 所以我们在座的 都不要成为受咒主的人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啊 再说一遍怎么样啊 不管爱神要全心 全魂 全心思 爱主我们的神 我们不管要爱神啊 我们要倾从他的话 哦摩西啊 真的是啊 一而再 再而三 不厌其烦 不厌其烦 你要爱神 你要听他的话 你如果听他的话 你就会如何的蒙福 你出业蒙福 入业蒙福 在家蒙福 走路蒙福 转面喷蒙福 出旁蒙福 到处都蒙福 你如果不听他的话 你就要受咒主 你到哪里受咒主 咒主追上你 赶上你 哇 哇 这个摩西啊 真的是一个老人家呀 他爱他的孩子们啊 爱就是这样 不厌其烦 重复再重复 啰嗦再啰嗦 要叫我们怎么样啊 要叫我们爱神 要叫我们听从他的话 要叫我们成为蒙福的人 这就是神明经 你记住这三个词啊 神明经就抓住了 第一个怎么样 第二个怎么样 听命 第三个怎么样 蒙福 爱神听命蒙福 再对你的旁边人讲一下 要爱神听命蒙福 所以我们今天既是个鸟看 我们就要抓这里面最重要关键的词 这三个是关键的词 爱神 听命 蒙福 好了 现在呢 我们就进入啊 你好看的细节 这个神明经的分段 神明经分八大段 最重要的头两段 第一段呢 叫做往事的追溯 第二段呢 叫做律发的重申 那么往事的追溯啊 有四章的篇幅 摩西呢 借助回顾以往 以免指出神的带领 叫人知道神的心和神的手 使人信靠神并敬畏神 另一面呢 指出人的失败 叫人认识自己 定罪肉体 并学习如何拒绝集合肉体 所以在这段往事的追溯里 你留意 摩西的负担 是要指出 神的心如何爱他们 神的心是爱的 但是神的手是公义的 神对他的子民就两件事 一个是爱 一个是管教 所以啊 就像我们在座的 做父母的 我们对我们的儿女要爱 但是也要管教 我们的神对我们就是如此 一面他爱我们 另一面呢 他绝不容许我们 任意妄为 绝不容许我们 存不信的恶心 绝不容许我们 背逆背叛 所以呢 在整个他的行程中 神借着摩西 向以色列指出 神如何爱你们 神如何对付你们 神如何行政的来对付 来惩治那些不信的人 惩治那些背逆的人 然后呢 他借着回忆往事 往事的追溯啊 也向他们看见 我们人的失败 我们人的不信 我们人的难处 所以结果是什么呢 我们回顾以往 知道神是可爱的 知道神是可信的 知道我不可信 知道我是失败的 所以要展望未来 我们就要怎么样了 我就要拒绝自己 不信靠自己 就要信靠神 这就是摩西的负担 所以弟兄姊妹 这一年要快晚了 所以我们隔一段时间 我们最好也有一段时间 往事的追溯 所以你可以分别一个时间 我们前面弟兄 我们诚实弟兄 前一天也给我们讲 我们弟兄姊妹 最好花一点时间 花几个小时 花半天 花一天 甚至花几天都可以 到神的面前去 回顾一下2019年 回顾一下2011年到2019年 这一过的十年 你回顾一下 你看一看 在一过的一年 或者在一过的十年 我们的神如何的爱我们 我们的神如何的可信实 如何的信实可好 如何的带领我们这十年的时间 如何的带领我们这十一年的时间 也如何看看你自己 我们这十年 我们这有一年 如何的软弱 如何的失败 有哪些点上盟主的恩典 哪些点上失败软弱 那我们展望未来 弟兄姊妹 2020年很快就来到了 2020年来到是新一个decade 一个要来十年的来到 我们展望未来 我们所需要的 乃是拒绝自己 拒绝肉体 乃是信靠神 乃是仰望神 乃是联遇神 乃是信靠我们的主 这就是把这个摩西 在这个往事的追溯里 给我们看见的 然后呢 我们一同读第三条点 第一中点第三条 借着展望未来 本书 以免期盼人认识神的爱与行政 以免期盼人认识自己 真实的光景 使人不再信靠自己 乃信靠那信实者 我们不要信靠自己 我们要信靠信实者 这是第一段 第二段呢 是律法的重申 从四章 一直到二十六章 有二十多章的篇幅 摩西详细的 重申这个律法 他说这次重申呢 是在老一代 经过三十八年 旷野漂流被炼净后 给新一代的训练 那次漂流 被神用来产生新的一代 这新的一代 需要律法的训练 那么在这里呢 首先摩西重申神的诫命 十条诫命 也就是十句话 诫命 律力和典章 诫命就是十条诫命 十句话 律力呢 就是诫命的详细的说明 律力的细 这个就是诫命的细节 典章呢 乃是加上处罚 所以诫命 律力典章 都是神的话 那么十条诫命 弟兄姊妹 第一条就告诉我们说 除我意外 也不可以有别的神 所以神 要我们单单的爱他 单单的侍奉他 第二条 你不可以为自己 雕枝偶像 不可以拜偶像 任何偶像都不可以造 不可以造你自己的像 也不可以造别人的像 不可以造动物的像 不可以造植物的像 任何的偶像 都是神所恨物的 第三 不可以忘成耶和华的名 耶和华的名是圣的 主的名是圣的 我们每一次呼求主的时候 哦 主啊 哦 主耶稣啊 我们要带着感谢 我们要带着敬拜 我们要带着尊崇的心 有的人 今天的世人 他的Jesus Christ 但是他那说的时候 他是亵渎的 这就叫做忘成主的名 所以第三 不可忘成耶和华 那么第四 守安息日 这个安息日的原则 今天仍然适用 虽然犹太人 照着律法资据来守 但是神的心意 就是要我们进到 他的安息里 以他做我们的安息 第五条 孝敬父母 弟兄姊妹 这是第一条 带应许的诫命 在座的各位青年人 你如果是孝敬父母的 你会再次长寿 你如果不孝父母 有的人甚至咒骂父母 死得快 会受咒诅 所以今天神的话 仍然不改变 而且孝敬父母这条诫命 是摆在跟神的关系里面 这是头五条 在一块发白上 我再重复的说 第一 当败独一的真神 第二 不可以造偶像 不可以拜偶像 第三 不可以忘称耶和华的名 第四 守安息日 第五 孝敬父母 这是五条 后面的五条 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作假 见证 陷害人 不可贪烂别人的东西 好了 这五条 就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中 说出我们的神是一位爱的神 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 我们的神是生别的神 特别提到 不可以做假见证 就是撒谎 不可以贪恋别人家的东西 别人邻居家的房子 车子 牛驴 通通都不可以贪婪 这就是十句话 今天弟兄姊妹 这十条的诫命 是神 自给摩弃的 给我们看见 我们的神是怎样一位神 我们的神是生别的神 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 我们的神是爱的神 然后呢 这十条诫命 这里我们看 这个律法的功用 这个律法的功用 第一 赐给人 就我们看见 神是怎样一位的神 所以他是神的见证 第二 律法呢 是暴露人 就我们看见 我们真实的光景 如果律法不说 不可以起贪心 我们就不知道贪心是罪 所以律法的功用 是暴露我们 暴露我们 像一面镜子 照妖镜一样 照一照你自己 照一照我自己 我就知道我是个罪人 如果律法不说 不可以撒谎 你就不知道撒谎是罪 所以律法 第二 暴露我们的光景 第三 律法是一个养眷一样 保护神的选民 叫神的选民 不至于太过堕落 所以 在旧约的时代 甚至在我们小孩子的时代 我们的儿女 非常需要律法 我们的儿女有律法 就蒙保守 他就不会太过堕落 如果他没有律法 他就不知道何为罪 犯了罪了 也不知道 但是最后 律法来说 我们的儿童导师 把我们引向基督 因为律法显明我的光景 知道我是有罪的 我自己不能考自己的力量 守住律法 所以我们需要基督 所以呢 加勒泰书说 律法是我们的儿童导师 把我们引向基督 基督 为我们成全了律法 我们在基督里 就能守住神的律法 阿们不阿们啊 所以在座的父母 我最近关心这个父母 你要把这些律法 告诉你的儿女 用律法教导你的儿女 做他们的儿童导师 像羊圈一样圈住他们 不要叫他太堕落 然后呢 叫律法 显明他是个罪人 然后叫他 看见他需要救恩 看见他需要福音 看见他需要基督 这就是律法的功用 所以呢 神赐律法的目的 最后第一 第二重点 第五小点 我已经读读 神赐律法的目的是要怎么样啊 殆尽生命 律法的目的是要殆尽生命 然而大多数的以色列人 没有到神面前 没有接受他做生命 最终呢 神进来说 另立新约 所以律法 我再重复地讲 第一 是神的见证 叫我们知道 神是一位怎样的神 神是一位寄邪的神 神是一位圣别的神 神是一位爱的神 神是一位光明的神 第二 律法显明人的罪 叫我们知道 律法像一片镜子 叫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 第三 律法像羊圈 律法像儿童导师 保护神的选民 不知太过堕落 最后 第四 律法把人引向嫉妒 律法的功用 是叫人引向的 而且呢 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认识律法的功用 我们借着律法 借着神的话 就能得着基督做我们的生命 这就是啊 第二段 律法的重申 在第二段之后 第三段 从27章到28章 是一段警告的话 这段论道 警告的话 也说到咒诅和祝福 摩西 这个摩西真的很清楚 很强烈 讲到祝福 讲到咒诅 如果你听从神的话 你就蒙诸福 你如果不听从神的话 只要受咒诅 进了美帝之后 六个之败 要在一座山上宣告祝福 另外六个之败 要在另一座山上宣告咒诅 众民都要说阿们 这就是摩西的负担 就我们看见 把生命和死亡 把祝福和咒诅 摆在我们的面前 他的目的是要我们拣选生命 然后最后呢 是他的劝诫和祝福 是祝福 然后呢 摩西的歌和摩西的祝福 然后最后的摩西的死 和他的继承人 这就是啊 在这个生命纪里面 着重的内容 简单来说 最主要的 就是往事的追溯 和律法的重申 往事的追溯 是借助回顾历史 然后叫我们看见 神的心何等爱我们 神的手何等的公义 神的性情何等的圣别 然后也叫我们看见 我们全然失败 所以呢 展望未来 我们就需要 不信靠自己 需要拒绝自己 需要简单的信靠 这位可靠的神 律法的重申 叫我们看见 借着神的话 来教育我们 来构成我们 叫我们不信靠自己 叫我们以基督 以他的新的生命 来重新的 来构成我们 来训练我们 好最后 第五大点 生命记忆说 还是四件特别的事 四件特别的事 我们从第一 读第一件 好吧 第一 神行政的对付 这对付 乃是智慧的 慈爱的 同行的 忍耐的 有定指的 且是成功的 所以这第一件事 就我们看见 神行政的对付 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 一面摩西向我们 臣明 神是一位爱的神 他的心真的爱 但是另外一面看见 神行政的对付 是严厉的 神是轻慢不得的 神绝不走后门 神绝不妥协 神在对付人的事上 是一丝不勾的 不要说 那一代的以色列人 就是他最保爱的摩西 因着触犯了神的行政 神说你不能进美地 到最后摩西说 神啊 求你让我进去好不好 神这么说 神说罢了 不要再提这事了 你看 你看看神啊 神虽然对摩西那么好 神的对爱 那么爱摩西 但是在不能进美地的眼神上 就是不能进美地 但是神也蛮爱他 好 你可以上到 比斯加山上 东南西北看一圈 那个美地你都看得见 但是你不能进去 这就是我们的神 我们的神的行政的对付 是详细的 是认真的 是一丝不勾的 绝不要想要贿赂神 绝不要想要走后门 绝不要想要在神面前开玩笑 神是不开玩笑的 神是认认真真的 所以在座的 我就是读了这些书之后啊 我就对父母们在座的父母 养育儿女的 有一点负担呢 你爱你的孩子 你也要像神一样 管教你的孩子 你说这件事不能做 就是不能做 不能说了之后又做了 不执行你自己说的话 神不是这样的神 神是说了就要执行 所以他有他行政的对付 这是第一 第二呢 我们看见以色列的顽梗 从神明记里面所描述的 往事的追溯 我们看见以色列是顽梗的 首先是不信 然后是顽梗 最后是悖逆 比如说 到了加巴斯迪安尼亚 神的心意 摩西的负担 神的心意就是尽美地区 他说 我们先拆牌探子去看一看 其实神说进 你就进就好了 但是他们要去探一探 结果探测回来 两个除了加勒和约苏耶 十个都是报恶性 十个都是报凶性 十个都是存着不信的恶性 说那里的城墙又高又大 那里的人又高又大 我们就做了他们的略物了 哎呀 哭到起来了 你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里 叫我们死在这里啊 我们的儿女孩子都要做卢了 你看这样的事 惹神的愤怒 神说 凡是这样成了不信的恶性的 一个都不能进去 你说你不能进去 你就不能进去 那说能进去的加勒和约苏亚 他们就能进去 你说你们的儿女孩子不能进去 我就要你的儿女孩子都能进去 就是你们不能进去 所以你看见神的对付是严厉的 对这些完更的人 好了 因着神这样的愤怒 神这样的行政对付 他们就说 好了我们现在要进去 我们现在要进去 神说不与你们同在 你不能去 结果他们用了惊项 又去了 去结果被打败 所以这就叫做完更 这就叫做悖逆 这就叫做不信 所以从以色列人身上 我们看见我们里面 旧造堕落的 颓附的图画 所以我们真的 不该信靠自己 我们仰望主的怜悯 我们在这里看见摩西的性格 摩西是一个老练的 是一个有经历的 他是一个完全认识神的旨意 而且被神的心 被神的意志 被神的情感 被神的性情完全构成 所以呢 你从生命纪你可以说 生命纪在摩西所说的话 都是神的话 他从他口中说出来的 都是神的话 所以他是有经历的 成熟的 慈爱的 关切的 忠信的 也是温和的 最后 弟兄姊妹 这卷书 一面向我们 也是神 神是一位慈爱的神 神是一位公义的神 神是一位圣洁的神 他的心是慈爱 他的手是公义 他的性情是圣别 而且呢 要向我们铺路我们这个人 我们这个人就是堕落的 我们这个人就是不信的 我们这个人就是悖逆的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需要基督 所以第三方面 最后一方面 给我们看见基督的启示 那么基督的启示是独特的 摩西说 他是独一的神言者 摩西说 在你们中间 神要在你们弟兄中间 给你们兴起一位神言者向我 他向你们所说的话 你们都要听 所以基督是要来的神言者 做神圣的出口 第二 基督也是独一的话 所以摩西在 生命中所说的话 在保罗的著作 在罗马书第十章 完全应验在 应用在基督的身上 就我们看见 基督就是神的话 基督不光是独一的神言者 基督也是独一的话 他是神圣丰富的具体化身 而且他要把他的子民带到美地 这个美地又是一表基督 所以在生命纪 我们看见基督的三方面 第一 他是神圣的化 第二 他是神圣的身言者 第三 他是独一的美地 这三方面 我们已经说说 第一 他是神的话 第二 他是身言者 第三 他是美地 再来一遍 他是神的话 身言者 是美地 那么明天下午 你一定要来 我们的弟兄会 帮助我们 第二将 进入基督 所以呢 神明记忆 就我们看见 神的启示 也看见 我们的败坏 我们的坐落 我们的全然无望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需要转向基督 我们需要基督 基督做我们神的话 基督做呢 独一的身言者 基督做我们的美地 我们需要在他美地里 来经营 来享受基督